哈喽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呢继续我们的厕所塔房啦各位我们今天呢继续万圣节活动啦 好我们上一集呢成功的啊这个实测了万圣节箱子的四个单位外加等即时的啊这个吸血鬼摄影师啊也不知道各位看了没啊如果没有看的话呢可以先去看上一集好不好哎来补补一下那个内容吧好不好 好了那么今天这一集哦哎就是没错我们要来实测这两只课金单位啊啊一个椅子啊这张椅子呢啊就是你们啊之前都在讲的啊影集里面有出现过的啊只有出现那么一下下的椅子啊然后再来就是僵尸摄影师啊是不是这只僵尸摄影师他可以召唤单位哈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两个箱子我们先来看一下更新日子好了这样子比较快那待会呢啊我们应该 应该还是会先看一下这个万圣节等级五的单位啊糖果发射器摄影师啊啊这一只呢就非常的不罕见啊反正就是很好获得啦好练到等级五好像不是很难就是老头有这一只啊交易所拉到的那待会呢也放出来玩一下好不好然后这个叙述是说 这位音响人在厕所里发射糖果糖果其实是爆炸糖果很难吃但是对抗厕所非常的好用啊这只带回来实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课金单位以及就是这个目标箱啊这个目标箱呢啊就有点类似说你达到什么目标就可以拿到这个箱子好像在讲废话啊反正他就是要你去按赞啊啊按赞之后呢跟收藏 然后就是什么加入他们的部落啊不是部落了那叫什么加入他们的罗罢群组啊就是可以拿到一个箱子每五百个在哪一个每一千个人收藏就拿一个然后呢加入每两千个人加入他们的罗罢群组也可以拿一个所以总共呢如果都解到了可以拿三个而且这是一直循环的这个一直循环啊所以很容易拿得到 啊那这个箱子可以开到什么呢这个箱子呢啊他可以开到这个啊演讲者竖起大拇指哦这个翻过来应该是竖起大拇指的音响人啊比一个站这样子啊有没有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就是一个比赞吗对不对然后再就是一趴的泰坦之心人啊泰坦之心人这个名字看起来也很奇怪反正就跟我们的呃原作没任何关系就是了啊然后这边也有也有 讲好就是线上的每个人不管是在大厅广场游戏或是挂机区都会获得所以就是要你在线上就对了啦他要让他的游戏在线人数呢啊稳定一点啊用这种方式呢把你们给绑起来这样子啊下面有写啊这个竖起大拇指的音响人他是稀有单位他拿着原意大拇指上厕所 是什么东西算了奇怪的翻译 再来就是泰坦之心人一趴死尸级也不对吧这只是神话吧他这里没有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他的原文 哎他这么明明写神话没错啊他刚刚怎么变死尸啊 哎奇怪啊随便啊反正就是神话单位 对然后他的叙述是说有一堆有一堆生洋器但在中间解锁一把剑啊中程啊解锁一把剑他唯一不喜欢的是厕所啊这个单位我觉得啦应该是不会多强不过还是来测看看好了好不好 然后再就是客进单位了这个僵尸部落摄影师啊啊399啊可以买到深层僵尸为你而战较弱的僵尸会拳打脚脚踢啊炸弹僵尸死后会爆炸啊额头目僵尸则拥有强大的剑 好奇怪的奇怪的翻译管他的等级一可以有五级僵尸等级二可以有三强僵尸等级三啊会有三强三强僵尸好我有点看不太懂哎这个超级击班等级四会有boss僵尸加四个炸弹僵尸等级五之后呢啊升级后的boss僵尸加两个boss僵尸再加三个炸弹僵尸啊非常的绕口非常的绕口 啊不知道在绕什么口的啊然后再就是另外一个独家单位椅子啊这个三九九啊两只都是三九九啊哎好便宜哦这一次啊飞来飞去冲厕所 蒼蝇飞得太快厕所会被击中的物体弄糊涂被击中的单位会减慢五十趴持续五十秒啊持续十秒啊持续五十秒那也太强了啊持续十秒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觉得我应该 我应该会先实测前面三个单位我们课金角我们就留到万圣节的地图好了好不好万圣节的地图哎这个万圣节的地图其实是有难度的哈他五十波啊后面的最终boss血量呢超多的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有难度不能放那种太烂的单位不然会打不过啊哎不然会打不过啊好不好那我们先来放一下前面比较弱的那三只 呃前面比较弱的那三只有一只是那个我之前说的那个这叫什么就这个啦糖果发射器音响人这只是等级五万圣节等级五可以拿到的这个我没有测到吗所以说啊我们就我们就接下来就可以测试他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什么比赞大拇指这个啊比赞大拇指的音响人这两个单位是有过烂的泰坦之星人啊这个AOE然后秒上是十一万五千 造价九百好像也也不是很贵哈 哎那我们再放个前塔吧前塔弄一弄就可以准备出发了好不好我们就这样子吧那一样带个绿蕾射好了好了各位我们先来放一下我们这一只啊糖果糖果音响人啊他会丢糖果就一出来就晕的是怎样啊这个大型糖果音响人啊直接丢糖果他他把什么东西黏上去啊他把那个蝙蝠黏上去哎这只长得还蛮好看的老实说 花个八百啊好像有穿靴子是吗再花个三千啊花个三千之后他旁边的那个啊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像有一些变化但我不会讲啊然后再花个六千块啊这个就是最终了然后他有建设伤害也不错啊有建设伤害可以了啊我们花个六千啊等待一下跳一个波应该就可以生了有了可以了加个一万 一万二最终形态啊这家我最终形态就这个样子啊等级是就满等了啦好啦没什么了换下一个竖起大拇指的音响人啊对你比赞然后就扣血这样子他用他那个大拇指去扣人家这样子我突然觉得好像很痛啊你是那个谁卡卡西是不是卡卡西用食指你用大拇指是不是 人家是卡卡西卡卡东吗 你是卡卡东是不是 oh my god这个血量有点绷不住啊 打得掉吗应该是打得掉吧 然后花个三百块升级一下好了 啊超级烂呢我能说什么一秒打一下这已经够慢了吧这个一秒打一下这超慢的哎 对啊这个超级没有入用的而且你音响人至少来个范围伤害吧再花个八百块 呃外观没变再花个一千 超级烂这个单位超级烂这个这个可以换了来泰坦之星人这么大一只吓死人然后他有ale然后他的heba怎么可以大成这个样子 诶不会吧这个这个家伙大到我没有地方放是不是 诶真的诶他的heba怎么大成这样子啊 我想放放不出来啊 最好先放这里了 来看一下 他用他的爱心光波是吗 这个到底这个到底跟我们的原作有什么关系啊画个一千二 诶他伤害超烂0.2秒200 0.2秒200 完蛋了我会因为这样输掉吗 诶你还是神话单位呢 对啊 来再花个四千五 哦有剑了 终于拿了一把剑了 啊开始有比较好一点的啊 这个伤害终于有起来了前面真是烂到一个不行了 对啊我刚才前面都看了什么 而且他升上去之后他前面多了这个盔甲 诶多了一个盔甲 那终于有剑了再花个九千块加五千 啊 好像旁边多了一些软管是不是 那是他的肋骨啊 哈哈再花个一万一 那一万一外观没啥改变 哎没啥改变就是了但灰刀速度变得好慢哦 是我错觉吗 然后再升下一个等级是下个等级是一万五加八千伤害两万三 他的总伤害是十一万五千哎 所以他这个可以升好几个等级上去啊 哦他是0.2秒一万五了 所以说其实他整体下来一秒是大概打 呃七万五其实也快要接近完全体的我觉得 哎我忘记他是0.2秒我把它看成一秒 哈哈哈哈 因为他挥刀的速度太慢了他挥刀的速度让我觉得他是一秒以下 一整个会错一他没有把他拿到的那个秒数啊给加进去啊 对他这个应该是他的AOE范围的那个伤害啊 花个一万五看一下外观 升级 啊这最终形态的两万三范围超大 啊突然觉得好像也不差啦可是 啊有他我不如用谁你知道吗我不如用西格马 西格马放出来只要300对吧 啊这一只范围AOE然后又有剑的攻击 他的剑的攻击到底怎么算单下伤害就11万2吗 就跟他这个总伤害一样哦11万5啦看错了 啊我也不知道哎啊算了不管了 反正这三只看完了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去万圣节模式 啊并带上我们的两个前塔 哎不是两个前塔两只克金角啊来试试看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带上我们的僵尸部落摄影师啊 好这家伙的盟友dps个十百千万 十万总共二十万血量有一百九十五万 非常的夸张装上去四百块 然后呢椅子他有放慢速度啊这个是召唤吗 然后这是放慢速度这个秒伤呢直接给你来到了十二万哦 OK我们的万圣节长这样子怪从这边来吗 先放个前塔吧 放个前塔马上跳波 啊我们现在慢慢的孵化我等一下应该会先放那个僵尸部落摄影师 因为他会召唤我觉得这个召唤还蛮蛮重要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我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攻击 应该是不会啊就是长这个样子 他是在攻击吗他没攻击他的召唤他一放出来一开始的dps是一二五零加一万的盟友生命值我看一下 这是他的僵尸 哈普通僵尸 一只招蛮多的感觉蛮不错的我觉得 第二只第二只已经出来了第三只 最多只能放三只是吧 OK最多只能放三只 然后再是我们的椅子 我们椅子可以先放一下 哦他的范围好夸张哦 他范围怎么是这样子啊 那我们放这里 我冲过去攻击耶好带感哦 那这椅子还会这样上下动这样子准备要出发了这样一秒四千 哎也不错伤害很可以 啊完全都没有想要升前塔的意思都在都在看这个 哈哈哈哈 老头快升前塔再不升你就完蛋了 啊不用担心 我们有召唤物我们又有椅子 升我们的椅子加个六千伤害 这个升上去外观应该是不会变我应该是不用特地去看他的外观吧 应该是不用吧我觉得 花个时间升一下加个两万伤害 啊外观是没变没错一秒一下 其实真的是打很慢啊我觉得 哦这个家伙居然这僵尸居然不能打空啊什么鬼 僵尸无法打空对吼都有我们的作者的我都忘记了 作者出来支援一下啊 哎不支援会死啊 赶紧升一下升一下加个两万血量 啊这个升级外观好像都不会变的样子啊 哎这升级外观都不会变啊哎然后再升上去加十二万血啊 来外观不变 再花个一万块可以让盟友伤害加五万 所以我们现在僵尸都只会用撞的 啊我们的僵尸现在都只会用撞的是吧等一下再看 啊有了出来了爆炸僵尸 哎这个是爆炸僵尸 升级 OK前塔全部都升满了啊 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搞我们的呃僵尸好了 我们的僵尸来搞一下这个僵尸花一万块呢啊 召唤物啊就会加五万伤害啊应该是僵尸boss 然后变成三十秒召唤一次啊 其实有点少啊 不过啊整体下来他的伤害跟血量都够啊 所以三十秒可以忍啊 如果你你这种血量跟这个伤害呢 然后呢你的这个召唤秒数又很低的话 那就真的太强了哎真的太强了 现在等级是哎就是你了吧 哦这就是僵尸王啊boss僵尸 然后还拿一把刀这样子 嘿有点有点丑啊会攻击哎他晕了呢 居然敢晕来升级这最大阶段了 个十百千万十万二十万伤害一百九十五万的血量 可以啦 ok的啦 椅子再花个六千块加三万伤害加十秒的呃加十的范围 那外观不不会变没错啊 再花个一万二就最终形态了啊 啊这个射程八十八十到这里非常的夸张 哎那这张椅子可以放多少张呢 看一下三张四张 哎好像是四张的样子吧 啊算了我觉得放太多也不好 而且这个会被暈呢我卖掉好了 放太多张就看不太清楚了啊 我就看一下那个升级过的boss僵尸好了 他后面还会再带两只小的吗 哦那升级过的会发亮 然后还会带一些还会带那个小僵尸有没有 然后这个发亮的啊他这个发亮的这个boss僵尸啊 穿盔甲啊有没有看到 特别的帅啊这样子啊我想看这些僵尸过去攻击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不用怕输啊 因为呢我们就算这边这一波我们顶不住我们的这个僵尸会过来帮忙 有没有看到哇 啊哦有了砍一下直接不见就直接灰刀这样子 哎呦哎呦 撞不赢我们的升级僵尸啊我们的升级boss僵尸血量一百多万啊 直接这边定点为欧耶超好笑的啊 直接定点为欧了 血量超多可以挡超久的有没有 哦 第五十波了各位尾王要出来了 尾王要出来了 第五十波的尾王啊不会是南瓜是后面那一只死神 你们看到南瓜加死神然后死神的血量一千六百七十万 哎没有一千七一千六百七十万吗 哎对没错哦 啊他要死了 可怜的死神 要被我们拘掉了 僵尸大军冲啊 冲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打不赢 哈哈 啊 啊赢了赢了可以啦再见 白鱼 超级胜利 一夜 然后拿了三百个糖果回大厅 好啦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 这就是我们的两个两只课金单位加上我们的啊之前前面的那几个单位啊那叫什么泰坦之心人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哎我有点忘记了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那一样我们结束之前来抽个抽个讲好了 哎他就还有给这箱子打完一场好像都固定给一个箱子的样子 所以抽一下啊 啊是这个很烂的前塔 好啦超烂的烂到爆这样子 好看一下我们来抽什么啊 我们来抽课金脚好了好不好课金单位你们应该会比较喜欢啊 那我们就抽那个僵尸好了啊 啊僵尸部落摄影师好不好 这只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我们就抽这一只吧 啊只要影片下方的喜欢呢 达到一千以上 并且按下订阅加小铃铛 以及在影片下方输入你的游戏ID 以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不要复制贴上 这样就有参加资格的知道吗各位 好今天就先到这了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老头 我们下一集厕所塔房再见了 下一集再见拜拜